灵癌肺癌案例 2015年11月 经过多家医院检查 检查处右侧核下转移性灵癌 做了切除手术和放疗治疗 2016年8月 体检时又发现转移至肺部 手术后做了一次化疗治疗 近一年的时间 我经历了三次手术 30次放疗和一次化疗 这段时间的治疗 我的身体感觉到非常地虚弱无力 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 我有缘认识了原始点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开始进行按推 通过学习原始点案例 让我对原始点的认识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我依然下定决心 放弃后续的化疗治疗 坚持使用原始点调理身体 这期间 曾两次去济南原始点工艺站 经过老师的指导 对原始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开始是每天用酱量在一斤左右 一次煮一天的量 然后多次使用 因为我是重病患者 所以要做到长时间温敷 我购置了红豆袋 电热毯 暖贴等外热源 在家用红豆袋 电热毯 外出用暖贴进行微敷 自从学习了原始点 水果和水产品 含量食物都不吃了 基本都是素食 并且在食材的加工过程中 大量食用葱姜蒜 辣椒等热性食物 为了治好病 我们全家人都学习了原始点按推 由原来的一天三次 到现在是每天一次 积极向正能量学习 自己的心态有了很大的转变 并且加入山东原始点工艺站 做义工 为广大的原始点爱好者提供服务 我每天上午一个小时的瑜伽锻炼 下午进行爬楼梯 骑车 健身操 俯卧层的锻炼 通过运动 我的体力比原来增加了很多 全身感觉特别清爽 原始点使我的身体 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在今后的道路上 只有坚信原始点 践行原始点 用我们学到的原始点理论知识 为更多的人解除疾病痛苦 秉承张一世的大爱精神 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